瑞瑟湘五鹤台地为花莲最大的茶产区 尤其将近有26公顷面积的有机茶园 堪称全县之冠 水蜜香红茶早年就投入有机茶叶生产的明鹤茶园 对大叶乌龙茶厚实底蕴情有独钟 这次佼佼两茶店出征全国大叶乌龙茶组竞赛 双双拿下精选奖的殊荣 而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肯定并表示 未来将福岛五鹤茶区朝多元农产业发展推广 泡着今年刚出炉的全国有机茶比赛精选奖的乌龙茶 明鹤茶园的板娘吴美玉 开心的和大家分享评名拿奖的职位 因为这是比全国的有机 大家都是一样在没有喷药的条件下 我们的茶大概是我选的大叶乌龙这个品种 我觉得还是占有一点优势 因为它的茶本质就非常好 虽然它的产量少 产量比一般的茶种还少 可是我觉得它就是好 风味或是香气厚度浓度都比一般的茶还要好一些 所以可能这次就是幸运 投入有机茶栽种管理十多年的明鹤茶园 将近六公顷面积的有机茶园 为小绿月馋最佳的栖息环境 因此要能采到味着盐的茶精是如凤毛铃爪 但明鹤茶园的年宽柔 吴美玉夫妻俩却不放弃 用心制作大叶乌龙茶品 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因为我的乌龙茶客人还是很多 有条件的话我还是像春冬 这两季会做成乌龙茶 可是现在因为做有机以后 现在大部分的茶青都给小绿月馋摇 所以做成乌龙茶的茶青就比较少 大概是占三成 我的茶也大概占三成 另外瑞瑟吴鹤台地因小绿月产着盐绿高 又将近七成左右 接制作成蜜香红茶品 而制作乌龙茶品的茶青有限 低海拔的吴鹤茶区产制的乌龙茶品 能够与高海拔地区的乌龙茶分庭抗礼 甚至夺得精选奖的殊荣实属难得 所以它那个节气是对的 它那个冬茶又很晚 所以这两季就是早春跟晚冬的茶 就是我们这里的优势 温差很大 然后它做起来的茶就会比较甜 比较软 我们讲的比较软 很甘甜 香气就是很特别 也因为夫妻俩的坚持与用心 利用吴鹤台地低海拔出春晚冬的气候条件 精心产制大叶乌龙茶品 香气浓郁 口感滑顺 口云厚实回甘 不仅获得评审的青睐 也开创吴鹤台地 蜜香红茶品之外的乌龙茶小中市场 记者是玉兰瑞瑞瑟采访报道 现在的语言